Johnny姐 應該有些自己也知道是誰 不過不要緊 還是補充一下魔導船 很帥的那個荷里活巨星 他拍過很多不同的大型作品 他的演繹方面就好像輕描淡社一樣 但實際上演技很厲害 扮困的也可以 扮痴線也可以 認真也可以 他認得來又有些味道那種 那種老味又 年輕的時候當然有型到爆炸 但他現在更加 我自己來算 看韓劇那些 我不太喜歡看那些太帥仔太過漂亮那些 因為沒有故事 一看下去很帥仔很美女 但就沒有了 我反而喜歡看的那些 可能有些大叔Feel 可能有些梁朝偉那些 他有些味道 他不是就是型 但他有一陣子有些故事 所以我很喜歡說 就是Hulk的演員 就是Mark Ruffalo 就是拍這個 那個Hulk Marvel 侯克 我不知道Hulk中文是什麼 綠色巨人 綠色那個巨人 變形合衣那個 變形合衣 還有拍Now You See Me 拍那個魔術 第二集又找周杰倫拍那個 那套電影 那個男主角 有些爆炸頭的那個 我喜歡那些 很有 他又不是帥仔 但他很有故事性 演戲不會突然很大聲喊 你知道韓劇的演繹很多時候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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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像是顏先生說話的 顏先生應該也是一個很好的演員 譬如說他懂得用自己的聲音 表情 還有不會突然好像發神經 這個位置想激動一點點 他可以保持著他那種風格 而入到那個戲裡 用他自己的形象 是的 但我剛才提到 Ember Hutt和Johnny Depp的家暴事件 本來我們有興趣討論一下 但我看到蔡神好像 故事還吸引 在後面說 柯寶你結婚你就明白 不是 其實你家庭的問題 永遠都說不完 譬如說 我不是很清楚Johnny Depp的家暴 不過如果要做個前設 就是說 他是一個很出名的明星 他老婆就不是很出名 但正正這個反差有個問題 就是說 他出去面對群眾的演戲的時候 他是一個強者和一個主角 但回到家裡 他未必可以演繹到這個角色 回到家裡 要不就是變態 變態就是 你做演員的時候 是Tom Kuz 永遠都是做超人 但回到家裡 你打老婆 這些醜聞都有 譬如 晚上做獸醫 早上殺雞 類似 但問題就是 如果反過來 你做很強者 但回到家裡 你被老婆欺負 你就不敢出去說 因為你不可以告訴別人 我是Top Gun的明星 我開戰鬥機 然後拯救美國 然後那些Terminator 你有沒有聽過 你會幻想到 阿諾舒華香口膠 會說 被老婆砌 The Rock 被老婆砌 你大小都被老婆砌 但原來很多都是這樣的 正正發生了 他又不敢出去跟別人說 你不可能跟別人說 我是一個弱者 你不會幻想 外界都不會相信 你說我是拍蜘蛛俠 但原來我回到家裡 要洗碗 這件事不成立 不可以告訴別人 這件事引致到 當然 一開始他被控告的時候 很多人就覺得 哇 你這樣的 Johnny Depp 然後影響他的形象 但他又保持人物 然後一直打官司 到了今時今日 原來反過來 那些人又不會再說女人 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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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 那些網民的回應 原來是這樣的 但為何沒有人再說他 和幫Johnny Depp平反一下 真是慘 我猜Johnny Depp是我們的假設 其實 他都不想說那麼多 可不可以不要上庭 我不想讓人知道我在家裡 給老婆XXXY 兩位一會兒可以說一下 可能 我回到家裡要跪波 回家裡要頂譚罐 回家裡要吃糞便 回家裡要洗 回家裡要洗 要用手劈榴槤 回家裡還要沒有床睡 只是睡廳 不准洗澡 那些事情 你幻想不到 一個荷里活明星 原來是在面對那件事 他寧願不要洋出去 我都承受了 好了 但對面告他 你屈回我家暴理 大哥 那便 你唯有將真相揭露 但其實揭露真相 可能受害者都是很痛苦 因為他出來 其實兩邊都受害 你還可以演繹什麼角色 你很難去說服人 我現在飾演福爾摩士 Johnny Depp做福爾摩士 那些人會聯想到 譬如說這宗官司之後 第一套上的電影 如果也是做強者 那些人會覺得沒有說服力 譬如說法哥就是拍法哥適合的角色 要不就做立法會議員 要不就做總統 要不就做和平飯店的英雄 你不會看法哥做黑衣 誰最喜歡做小人物的角色 那個叫謝霆鋒 謝霆鋒就很不喜歡 我覺得他不知道選擇了角色 要不就做大反派 要不就做那些像十月圍城那些 拉車夫那些小人物的 然後又被開山刀劈了一刀 樣子是醜醜的 我不想扮英俊的 有些演員是故意想 試一下這些角色 因為你誰人都知道我是英俊 但你出來英俊我是黎明 那些人會覺得沒有突破 Johnny Depp死了 拍了也是很厲害的角色 這宗官司之後 他可以拍什麼角色 他自己都會去想 電影公司跟他談 不如你丟膽一點 原來要在家裡吃屎的 已經不可以拍一套電影 他已經是關於和諧家庭 已經不是他適合的角色 所以可能他也不想 拍一套例子 不是一出來就大英雄 可能初初家境貧窮 慢慢奮鬥 向上游 接著男人 這樣反過來 嘩厲害了 這個男人真的反過來拍了 麻煩兩位告訴我 Johnny Depp在家裡 如何仇婦睡 我都很想知道 他老婆拿些屁股出來 就放在床上 很誇張 即是他睡的位置放在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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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圖片已經放在床上 過程中有這些圖片出來 因為其實還是在官司狀態 但有些旁聽或之類 知不知知不知的 就放在床上 就說其實對方又如何對他差 其中一件事就是 他裝了東西 就說那些狗在他那裡 實際上一看就知道 我養了這麼多年 你這隻狗的屁股是怎樣 怎會不知道 一看就知道是你劈下去 或者你撒下去 這麼長 大佬整條私力掛牆 一定是人的 大佬 沒可能是狗 總之很多生活上 一些奇怪的事在他身上發生 但終於Dev沒有說出來 道理就很簡單 就是剛才所說的 假設一個上司 你不要來我 盡量不避免下屬來家 或者見到他和老婆在一起 為什麼 一個上司對老婆的時候 卑躬一失 但他平時上班 或者對著下屬的時候 就很有威嚴的 一被人見到這個形象的時候 那下屬就不射他 所以蔡神從來都不會見到他家 不會的 我不會被人知道 我的秘密 我都是受害的 你都是睡 我是睡在屎 小事 蔡神 Johnny Depp還有什麼 我之前有些錄音 就流出來 被人聽到 其中有一個 就是說 當初 Johnny Depp 被控告他 說經常喝醉 然後回來打妻 其實 大家去看 Johnny Depp 他拍的戲都是大男人 你會覺得他喝醉了 一定是Johnny Depp 肯定是他 但原來不是 原來他才是個病 之前有些說 是他的老婆 拿著玻璃 扔 Johnny Depp 好像說 在他身邊 扔 碎到周圍 也是很誇張的 就是他老婆是有精神問題的 我覺得也是有些問題 有點瘋狂的 但譬如 吵架的內容 是沒有常理的 什麼都可以罵的 他有些錄音 我之前聽過 他有些錄音流出來 但那些錄音 其實我覺得 每段感情都是那些 無聊的 你對我不好 你又這麼晚了 或者很小事 我叫你那個廁所放幾次 蓋上它 其實可以是 你知道一起拍拖 結婚可以很小事 每次你都不蓋我 這次我叫你蓋 每次你都不蓋 那些碗叫了你 不要這樣放在那裡 用水浸一浸 可能就是很簡單 然後就可以去到很大的 很多時候 可能很多時候 猜 就是家裡那個不是明星 Johnny Depp 可能拍戲 很忙 經常要離開家 不是每個明星都會帶自己的老婆去 拍戲現場 因為會影響演繹 譬如Johnny Depp 拍三個片 你帶老婆去 拍攝的時候 扯不起來怎麼辦 那些老婆 拍完水行俠 都紅了 之後已經 當然它跟Johnny Depp 的程度就差很遠 但是很永遠 社會一定會站在弱者方面 例如說你拍Johnny Depp 你當然會站在一個 相對於弱者 Johnny Depp 他大明星 大把錢 一定是強者 他家暴 人們一定會覺得 一定是他不對 但反過來 現在這個故事就跟你說 其實我也可以是被家暴的 外界看到我是強者 回到家 其實我聽過很多藝人的訪問 有很多talk show host 說和Johnny Depp的相處 就說他是一個很 gentleman的男士 有時候 我覺得你看他的樣子 都符合他的人物設定 即是說話會慢條私利 低沉 很 gentleman 會讓女士 那種的 很多藝人朋友 就說他的人格 就是相信他是這樣的人 一些指控上面 或者在過程上面 就有 有這個 乳箱的照片 Johnny Depp乳箱的照片 就是情相正公 有乳箱 爪箱 其中有一宗 甚至乎Johnny Depp的宗子指頭 被削斷了三分之一 嘩 這些東西 都是在證供上面出現的 細節上 例如說 乳箱和爪箱 就是 Johnny Depp的私人保鑣 上庭作弓的時候 就說 看到 Exactly 看到他們兩個打架 沒有的 但是他們爭執完之後 就看到Johnny Depp有這些傷痕 另外就是 剛才說削了三分之一 就是 扔走瓶 那件事 就是那件事 很誇張 都是那句 你明明星也好 什麼都不要動手 說歸說不要動手 我們這段關係很臭 而且一直在糾纏 這件事也糾纏很久 這個家暴事件 有時有些relationship是很臭的 外界看 分手 離婚 他很大劑 可能離婚也要分他很多 但是當局者迷 他永遠覺得 不要緊 我聽他話 然後很多時候就越來越大 所以這些事件 我們就繼續看著 有沒有故事 康林哥 我就算了 今晚回去吃東西 他又沒有扔酒瓶 徒手開椰子 算了 我都是背下東西 都是要整天回答問題 我買了一個椰青水 幫我開開它 麻煩你 不准硬刀 徒手砍 有這樣的習慣 我們這些就能屈能伸 你看我在公司 其實就沒有什麼火 沒有什麼地位 我回到家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大家面對的事情 不是特別痛苦 最重要是不要動手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試試試看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著大家 出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